县长林明珍在议员陈淑辉的陪同下 到水里上安村连接浚坑村产业道路会堪 了解产业道路损坏的情形 这条道路不但狭隘 就连徒步走路就有点困难 加上陡峭颠簸 路面从以前到现在都会尘铺设过水泥地 而地面的土粉非常多 居民长期以来的使用 破损也相当的严重 也容易造成行车失控 以及当地居民行路安全 县长林明珍也承诺尽速改善 带我来现场了解 这条道路是上安村 以及峻坑村的联络道路 也是当地产业道路 附近居民经常在此出路 每逢遇到下雨天 就会变得更加危险 常常刹车停不下来 让当地居民受到困扰 这条路是非常危险的 当然都没有空 这个土粉堵路 如果如果说路好 这个路面一定是落过来的 村民开车 拨运都非常危险 所以官长来到现场看到了 认为这是非常紧急 一定要来做 把路面看得好 来保护就说 增头农民 农申品的运输 也就是说 我们这些增头的事团 出入的这个安全 所以消费在这里 代表地乘 这些 我们这些村民 来感谢到我们林农党 产业道路损坏部分 大约有250公尺 晴天时车辆经过尘土飞扬 下雨天时会造成路面泥泞 车辆打滑 经由会勘后 县长希望工程党委尽快发包处理 来改善当地居民的问题 明义新闻抓明线 水里差不多